二十二吋小蠻腰 小辣椒带这儿又有料 苹果自从推出运动静妹单元夜以来 本周的拍摄过程 发生了史上最大的失控事件 那你觉得哪里最优 我觉得记忆的胸部还蛮大 真的吗 那我们特意可以唱一首 最自然不做错 有胎朗活泼的正妹 这是本周的优质运动静妹苏佳馨 大家好 是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生长学系 日年级优异养舞蹈登场的苏佳馨 大家时轻小辣椒 当正牌的摄影大哥 正忙着沟通拍摄细节时 活泼的佳馨跟朋友玩起了自拍 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故下运动 我想可能吃大学吧 你就不要这段被剪进去 这是一个失控的人 那我为什么会热爱这项运动 也没有热爱 是被逼的吗 平常同学都叫你什么 小辣椒 那你喜欢叫你自己什么 大辣椒 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可以不要一直失控吗 从小学习民俗跟芭蕾舞上了大学之后 还是让我考上了国立体育大学体育推广学系 很喜欢一直都很喜欢跳舞 然后就从事了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 是年轻 一直想要摆抱 加星活泼开朗 从小就喜欢跳舞 多年的舞蹈训练 让她全身紧实没坠落 同学都以小辣椒 席动她的火辣好身材 在学校的专长是有氧舞蹈 最近发挥所长 到社区去教妈妈们有氧舞蹈 她非常享受大家一起运动流汗的感觉 之前大概22到23个腰 可是最近常常去教社区的妈妈们跳舞 所以瘦了大概一两公斤 然后现在是22腰 妈妈们都没瘦 我瘦了 加星还去报考救生员 她每天花三角时练习 凭着绝不放弃的信念 终于撑过测验 达到执照 她也是学校竞技啦啦队的成员 为了不成为队友负担 她可以控制食量 借掉超爱吃的鸡排与饮料 半年就减6公斤 持续运动让她现在享受美食不需忌口 仍然维持稳定体重 她很满意目前瘦而有料的身材哦 semana установ 种行温海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